你敢相信吗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 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万毫米 一天下的雨比北京两年下的雨还多 并且这样的庞泊大雨 一下就是七八个月 这个地方就是齐拉蓬奇 齐拉蓬奇位于印度东北部的梅加拉亚邦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就是世界上降雨最多的地方 并且没有之一 齐拉蓬奇的降雨量有多恐怖 根据数据可知 1861年齐拉蓬奇的总降雨量 达到了惊人的20447毫米 创下了世界纪录 其中98%的雨水都集中在3月至10月 平均每个月下雨的天数在26到28天 而降雨量最大的月份通常是6月和7月 两个月降雨总量几乎占了全年的一半 1862年的7月 齐拉蓬奇一个月下了9299.96毫米的雨水 平均到每天降雨量接近300毫米 要知道在我国 日降雨量50毫米就是暴雨级别了 超过250毫米则被认定为特大暴雨 齐拉蓬奇相当于天天下特大暴雨 被以为这就是极限了 没想到1960年齐拉蓬奇年降雨量再闯新高 达到26461.2毫米 相当于9层楼高 迄今为止 日降雨量最高记录是1563毫米 要知道 北京的平均年降雨量大约为600毫米 一对比就知道 齐拉蓬奇的雨有多疯狂 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呢 世界上降雨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答案是齐拉蓬奇 这里的天仿佛被凿漏了一样 一天最多能下1563毫升的雨 比北京两年下的雨都多 年降雨量最高达到26461.2毫米 相当于9层楼的高度 创下了世界纪录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雨季 从3月到10月 齐拉蓬奇几乎天天降雨 所以当地人养成了手不离散 脚不离靴的习惯 地上到处长苔蟹 被子潮湿的就差长蘑菇了 如此极端的气候环境 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呢 据统计 齐拉蓬奇的常住人口 大约只有6000多人 主要民族是卡西族 由于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 他们早已经学会了 和阴雨天气和平共处 日常 少秋 该出行出行 该干活干活 从不等雨停 衣服被入太潮湿 就把炭火挖出来 把炭火上抠上一个 类似猪篓的东西 再把潮湿衣服盖在上面 虽然解漏但效果很好 为了方便干农活 当地人会用竹子编制一种雨衣 看起来有点像波及 但只要扣在头上 就能起到和雨伞一样的作用 因为没有伞杆还可以解放双手 放眼望去穿着竹子雨衣的农民 就像是一个个甲壳虫 话说起拉蓬崎雨水这么多 农作物能生长吗 当地人吃什么呢 世界与其起拉蓬崎 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万毫米 是北京的16倍还多 每年至少8个月都泡在雨水中 不是大雨滂沱 就是阴雨绵绵 在这样的极端气候下 当地人都吃些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雨水太多 不适合农作物生长 但起拉蓬崎的农作物种类 其实很多 这也跟雨水多有关 主要是因为雨水把高处的泥土 冲到了低处 给土地增加了营养成分 多年的暴雨冲刷 导致起拉蓬崎的山地被严重侵蚀 一共2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竟然被冲出了200多个天然溶洞 而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正是这些溶洞 解决了暴雨之后的排水问题 其中纵横交错的水流 比城市中的排水系统好用多了 排水的问题由大自然解决 修桥却要当地人自己完成 由于起拉蓬崎的雨水太多 修好的石桥木桥总是被冲走 后来人们发挥智慧 想出了用天然榕树的根系做桥 方法也很简单 先用其他树木的树干横跨河流上方 再引导榕树根系缠绕着树干生长 长着长着就到了对面 生长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但榕树根系做的桥非常结实 再大的暴雨都冲不走 人走桥还在 能为几代人提供便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